台西本郊今天在买到五位導演 雖然他都說沒吃到 剛剛是在開工 但是近菜也當中找到吃到的工具 其中三人剛才吃完豆片 看起來又傻心傻心 另外兩位也要吃到豆片 就讓近菜知道 一日前本分局嚴警接候線報 在本霞麥寮鄉瓦窯村 一處出租公寓有販毒的情勢 在今天本分局嚴警持搜索票 至該處執行搜索 當場查獲犯險既有五名 現場查獲違法的物品 既有毒品的適用工具 還有毒品海洛因5.2公克 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止條例 以送偵辦 金鳳雅在房間裡面 找到一個鐵管 裡面有很多白色的粉 根據警察的經驗判斷 這品不是毒品 但現場五個人 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沒有人是喝這是它的 看到他們吃豆到這個程度 金鳳雅無來表示 毒品真正是害人慘慘慘 所以也好有民眾 千萬不要因為好奇來吃豆 毒品具有成癮性 在此呼籲我們民眾不要因好奇心 或者新鮮感而嘗試 這一旦嘗試要解除就很難了 賣掉毒品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很多人最厚也是 不然影響到工程 家庭生活也有健康 尤其毒品對身體 造型的傷害 根本無法度回合 所以本業也在此提起民眾 一定要勇敢去做毒品 不要讓毒品還參與你的醫生 計較廣告品 才紅不得